你的錄影被你的鬧鐘給中斷 球不要在身體正中間切啦 球不要在身體正中間切 不一樣 學藝借我兩分鐘 我們溝通一下 你們想要學切球這件事情本身沒問題 但是你們準備要學切球這件事情 所準備的不夠 光是高遠球要把身體轉正在台軸這件事 你就不做 然後你要再做它衍生的技巧 你就做不出來 當然你可以做出那個效果來啦 但是就會像你們講的 在比賽的時候 老覺得它好像時好時壞 可是它的問題不是在那個切 而是問題在你在做上手動作的時候 就時好時壞 然後上手動作的基本就是高遠球 就好比說你們兩個現在平球對打都還有問題 那更不用講鋪檔 一定問題更大 懂嗎 對啊 看到這樣我們是要從高遠再重新 你沒有搞懂 我現在教你們沒有什麼重新不重新 你看我們都已經練到組合球了 代表我沒有要一個東西一直磨你們 沒有 我在給你們建立的觀念就是 你在做哪些動作 身體要做什麼 可是你一直不做 你一直在做那個效果 你知道嗎 你身體動作的那個過程對了 長切砂 不過就差在角度 跟力度 對嘛 切跟砂差力度嘛 長跟切砂差角度嘛 但是你上身的動作 對其球的方式 還有你運作身體的方式 得要一致啊 我在練的是這個呀 所以我可以讓你們跑組合球 沒有問題啊 然後我講那個反手平 正手平 小球挑球 平小挑的基礎動作就是平嘛 那你就平有時候打還是這樣 拿個這樣 反手拍手腕一直這樣 那我跟你講你挑擋 撲就會有問題嘛 我還是讓你打呀 因為我覺得 我們不要一個球這樣磨磨磨 我不可能說我平球兩邊 讓你打到很好 才教你下一個 你們也沒這種時間嘛 所以我們在練組合球啊 但是組合球 總有一個核心的觀念 要掌握住啊 就是你的身體在做什麼嘛 所以你說要打掉重練 那真的要打掉重練的話 你們大概要兩年吧 為什麼 你還要把舊的弄掉啊 問題是你有這個心跟這個時間嗎 有心也沒時間嘛 有時間也沒錢呢 你一個禮拜練這樣一個小時 要能夠替代掉你 過往這樣來的累積的東西 不可能啦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教你們就是 你的人在幹什麼啦 我一直在教這個嘛 我也知道你們不可能像那種 國小小朋友天天磨啊 我們沒有那個量啊 我們知道求值嘛 那個值不是這個效果 那個值是你身體的動作嘛 對啊你們沒有跟著我的思路在練球啊 你只是一直很想做出那個效果來 光是我說欸你身體有沒有轉正 你自己就搞不清楚 那怎麼辦 你等一下把它搞清楚啊 至於你的球拍到底要握怎麼樣 對不起我不能幫你啊 我能幫你什麼 你握不好是你的事情啊 那還算了吧 你這個問題都擺了幾年了 那還算了吧 他還是問題 你還好意思講 對不對 你 你願意把它擺在那邊一直 你願意把它擺在那邊一直